你记住,用三天学说话,用那一世学说话 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知了,聪明的人有三样东西不可以问, 同样东西没说 哪三样东西啊? 第一条,关你事的就没问了 聪明的人用粤语叫聂人, 那怎样才称得上聂人呢? 脑筋转得快,情商高, 还是懂得赚钱的人呢? 这些都是聂人 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是大致若语的 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 首先第一样,就是不会问和自己无关的东西 做人最骚忌,就是多管闲事又八卦 和自己无关的东西都是小理小问, 免得拉斯上身 再说,和你无关的东西,你问泥都没什么用 没有资格去理 除非你说要做价俩的,你不计 但是如果单纯为了看热闹的,那样就不明智了 但是聪明的人,他就不会多管闲事了 有人跟他说,他或者会听 但是就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 也都不会随便去评价 因为聪明的人,他知道 当你随便去打听人家的事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想说,问出来的结果 只会是大话 如果继续问下去,对方只会觉得你厌烦 没有教养,甚至会招惹是非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不会多问的 只会做一个聆听者 你说,我就听 你不说,我也不会多问 管好自己才算得上是一个聪明的人 平时你有没有经常问人家的私人东西? 第二,又不要问什么呢? 不要问神佛,要相信自己 你有没有试过在迷茫的时候 在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 又或者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 选择去求神拜佛的呢? 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佛身上 或者是觉得自己黑仔想转转魂 其实这样做是很虚幻的 聪明的人就不会这样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 还有谁可以帮你呢? 未来是怎样谁都不知的 聪明的人是不会将希望寄托给神佛 或者是运气 他们只会更加坚信自己 相信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他们相信只要努力的话 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好 就会有更好的未来 越努力越幸运 千古圣人黄阳明曾经说过 圣人知道,吾胜自足 向此求你于是者吾也 意思就是说 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 只要心中有方向、有目标 遵循内心的答案就可以了 这句说话是明朝哲学家 黄阳明被扁到贵州农场的时候 遇到困难日夜反省得出来的大切大悟 他明白到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的道理 之后就有了后来的成就了 第三样又不要问什么呢 早就没问结果了 早就好了 结果都不能问 做事不问结果 这个和前面那两个是很有关联的 从小到大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小时候妈妈跟我们说 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好的名次 大过后我们努力工作 买车买楼,结婚生孩子 好像这样才符合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亦都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人重视结果这件事 很多人认为没有结果的事做来做什么才可以 曾国范在日记里面有句说话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付出了很多 做到一半就很心急想知道结果 如果结果不理想,他就不会那么努力 试问这样又怎会成功呢 聪明的人他们就不会这样了 做事只会默默付出 结果是怎样?抱着一个平常心的心态 顺其自然 你说这样的人是否更加容易成功呢? 说完三不问又说四不说了 有哪四样东西是不可以说的呢? 没做大法和 空话都说白话都不行的 不要说空话,大话 空话是指只说不做,指尚谈兵的说话 只是懂得说,如果不去执行 说得再好听都没用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只说的 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 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大话就更加不要说了 你只要说一个大话 就要用无数的大话来掩盖的了 譬如说阿强经常跟家人吹水 他有钱买了宝马 到回乡下过年的时候 他唯有迫着租一部宝马回去 一个人如果经常说大话 迟早会成为人家的笑话 聪明的人就不会说空话,不会说大话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是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 第二样又不要说什么 没说恨话,阿智 正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经常说是非,你信不信会拿屎上身 聪明的人就不会参与这些是非 会远离是非之地 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 第三样呢 没说抱怨的说话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 你说得多少被人知道 抱怨的说话说得多 不单止对方会厌烦你 自己也会越说就越烦 没错,生活没你想象中那么好 但也未至于那么差 积极点、乐观点 不要抱怨上天的不公 这样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周围散发负能量的人 不是聪明的人 我们也要远离他 最后一样又不要说什么 不要说侮辱人的说话 謹记 病从口入 禍从口出 好听的说话 个个都喜欢听 但难听的说话 就有可能会得罪人 尤其是侮辱人的说话 人的尊严是不能踐踏的 因为欲人者 人行欲知 这个就是聪明人的三不问 四不说 阿婆说得对的 我们要用三年时间去学会说话 用一世学会废嘴 所以我们先做好自己 到最后想问问大家 你有没有经常被人问收入的呢 你有怎么回答的呢 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